今日话题由历程贸易暂时播出 牛头牌沙茶酱 咖喱炒酱 红葱酱 干拌面 给您家的美味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在上个星期的时候人们都还在谈论 因为川普不是涉及到一个金融诈欺案的这么一个官司当中 当时是要求他 因为他对下级法院做出的裁决不满 要提出上诉 那么法官就说你上诉之前你必须要交纳保证金 当时设的是将近4.5亿美元的保证金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曾经在今日话题当中也曾经讲过 这个钱到底有多少川普能不能拿出来 如果拿不出来的话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当时就说如果拿不出来的话 他可能就必须要被迫出售自己的资产 或者他的这个银行账户啊 或者在纽约的资产就会被冻结 政府就把它给拍卖了 就作为这个保证金了 所以呢当时是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那其实不知道的是实际上在那个时候背后有很多的运作 有很多这个金融机构啊 不能说很多 但是至少我们知道的到目前为止是有一家金融机构 我们加州的一个这个大亨吧 他当时就提议说是他可以帮川普来出这笔钱 但后来在上在上星期的时候 上级法院做了个裁决 说把那个保证金的金额一下从4.5亿下降到1.75亿了 那这是大幅的下降 然后又给川普一个时间 说是你在10天之内如果能筹集到这笔钱的话 那也可以啊 所以呢 川普当时就表示说我有这个现金 我有有价的这个就是债券 可以马上变迁的债券 我可以交付这个1.75亿美元的这个保证金了 所以人们就认为说啊 那这样一来的话 就用不到原来想给他出那个4.5亿美元的这家保险公司了 就没有想到最后呢 还是谈成了这笔交易 于是这个背后想要给他出资的这个人呢 他就又变成了一个全国的 大家都想知道这是个什么人啊 他怎么会在这方面 在这个节骨眼上愿意给那个川普背书啊等等 所以今天我们了解一些情况之后呢 就把背后这点事 以及这个金主到底是谁啊 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英文中有句话叫做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这个翻译中文就是叫做 患难之交吧 也就是说人在困难的时候 受到帮助的 那才是真正的朋友 也就是真正的朋友会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你 在你飞黄腾达的时候 你朋友对不对 一大堆 遇到这困难全没了 这种时候呢 就叫做患难见真情了 这人是谁啊 问题是这个啊 就是当时有4亿多美元的保证金要求他在某一个期限内交出的时候 川普公司可是敲了30多家银行的门啊 30多家的银行都跟他说不啊 因为他们担心说这以后卷到这里头来了 你知道吗 太复杂了这里面 而且这个金额太大了 结果呢 就一个人 这人的名字叫Don Hankey 80岁 他主动的拨通了这通电话 给川普的团队 还不是给川普本人啊 他说4亿多啊 我出了 而当这个事情被报道出来以后 我相信全美国的人都 这是谁啊 你要说什么Bill Gates 这大家知道是谁 说几个名字 在业界比较响亮的名字 那一下子就都出了 这个人是几乎从来没有被报道过 我再告诉大家 我到YouTube上 想去看一看这个人有没有一些什么讲话呀 或者有什么被采访啊 几乎任何资料都没有 也是非常的少 这一方面的对这个人提 可是这个人呢 这位80岁的Don Hankey 他的身价呀 按美国福布斯杂志给他评了 大概70亿 74亿左右 是这么一个人 再仔细一看呢 我这个人挺不容易的 他过去啊 就是车行里小年轻的卖车的 在这个车行里面呢 走来走去的对不对 来一个人他就给你介绍这个车啊什么的 然后介绍完那会儿你有兴趣买是吧 来来来咱们坐下来 谈一谈啊这个贷款的什么 就是在他年轻的卖车的时候呢 他发现一个问题 所以人呢 在任何行业他肯动脑筋呢 有时候就容易成功 他发现有些人特别想买车 我都走进来了嘛 对不对 都谈的也差不多了 价钱也谈好了 说贷款 哎呦 糟糕了 我信用不好 首先我让 这个车一笔复兴 我肯定是不可能 你要让我一笔复兴 我转身就走了 哎呦 像我像金融机构贷款 我当然愿意贷啊 每个月还多少还 可是人家不给我呀 不是我不想带 因为我这信用低呀 我之前可能有一些 一些什么不良的记录 哦 他就发现有多少人 这叫做乘信而来是 什么败信而归啊 他就想那个想法 他就想啊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呢 都不是坏人 也就是说 诚心赖账的人 肯定是少数 咱不能说是没有 就是他赖账 他还不起 他一定有他的问题 确实 可是一旦他被这个东西给绑住呢 他会不遗余虑的 把这个钱给还回来 他考虑到这儿 他就先下手 他就从这个 给那些记录 信用记录很糟糕的人 提供贷款 你知道他做怎么样呢 做大了 对 他现在是贷款公司 保险公司 他拥有自己的丰田汽车的车行 他还拥有自己的银行 房地产越作越大 所以今天跟大家小介绍一下 他为什么把这个钱给川普 当然他说是 是一笔生意 他说这个 因为我是若干加公司的董事长 老板 所以我做的是生意 这个不是慈善捐款 也不是 不要不计报酬的 就给这个川普一笔保证金 实际上我是要收取费用的 确实他也收了费用 只不过他没有公布 收了多少钱 那当然川普那方面对他是千感谢万感谢 包括川普的儿子Erik 川普还给他亲自打电话 这个不对呀 川普应该自己打一通电话呀 对不对 就是一两分钟的事嘛 他让他儿子打电话 对 也可能要撇清关系 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知道的是 Don Hunky呢 他本人是一个川普的支持者 这是第一 第二是说 他自己也明确表示了 以后他也是支持川普的 所以这点是 无庸置疑的 那么他和川普之间 和川普企业之间也是有关系的 因为在过去的两年里边啊 尤其是在2021年1月6号 冲击国会事件发生之后呢 和川普以前有经济往来的一些金融机构和银行 纷纷都和川普切断了关系 这时候呢 川普其实现金流方面可能就已经有点紧张了 可是他为这个川普集团呢 提供了两亿多现金 这又是刚才说的叫患难见真教 对 所以他在背后支撑了这个川普集团的现金的供应吧 所以让这个企业呢 还可以继续正常的在经营 那么其实就结下一个 照他说是结下一个善缘了 等于是 那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 就是说如果他 现在这个关系当然没什么 但是如果要是川普以后当了总统 如果要是他动用了政府的力量 或者把一些生意 政府的生意给了这个Don Hankey的话 那么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可能就要重新评估 或者是有人就可能要调查了 你放心不用他当总统 从现在开始 这个Don Hankey对不对 他的所有的这些公司 他这些交易 那这些反对川普的人 还不如往死里调查呀 那么稍待会呢 咱们再看看Don Hankey这个人 以及他的太太 欢迎据收听 由中旬和高宁为您主持的 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介绍的 是加州的一位 以前不太被人所知道的 这么一个富翁 叫做Don Hankey 他因为给那个川普提供了 1.75亿美元的保证金 这个呢 就把他也拉入到 今年的选战的这个漩涡当中去了 他自己表示说 当然他是一个支持川普的人 但是呢 他说我是一个生意人 所以呢 我是主要是从这个 做生意的角度来考虑 第一 我这个提供贷款呢 提供这个保证金呢 是有风险评估的 这个风险比较小 第二 我是收取费用的 不是白给他 第三呢 就是说 你说我是共和党 你说我是支持川普 我承认 我是支持川普 但是我大部分的这个竞选基金 也给了共和党 但是我也有 这个捐款给民主党的候选人 所以呢 端看对我的生意有好处 反正他支持的基本上都是 对这个富豪 对做生意的这个 就是创业的也好 这个企业也好 有帮助的人 这个对企业友善的人 他就捐款支持 那他说 他主要的一个理由啊 认同川普的一个理由呢 就是川普 这次的这个 法庭被告是说 他当初在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 不是虚报了自己的那个 各种各样资产的价格吗 而且虚报的还挺多的 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 贷到更多的款 就可以得到更好的 更低的利息等等 那么川普是说 第一这是一个企业当中 非常常见的做法 第二就是说 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这当初我借的这笔钱 已经如数的 连本带利都还给银行了 我没有欠款 没有这个 就是拖钱不还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当Henke呢 他就有他自己的 这个亲身的经历吧 因为他有一个 Westlake Financial Services 这么一个公司 就是金融贷款公司 专门给那个信用不良的人 做汽车高额的 就是高利须的 这个汽车贷款的 他是说呢 他有差不多150万个客户 在这个150万个客户 申请贷款的人里边呢 他估计大概有75%的人 都会虚报 他们的这个资产的金额 但是他说这个东西是一个 确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一个就是你在金融机构申请某些贷款的时候 常见的手法之一 是 常见是常见 但是不是正确的 你知道吧 这个得说清楚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 就像我们说的高速公路加速的这个道理 很多人都超速 警察抓着你说 那你说他们还超速 这不行啊 对不对 你这句话不能用啊 但是呢 为什么跟他说 他也给民主党的候选人捐款呢 但是他这个是一个特别精明的叫在商言商啦 他是一个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看川普 当他做总统的时候 干什么了 减税呀 对不对 但不是给他减税 给所有的有钱人减税 当然他支持他了 如果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他说你 川坎一不定是总统 有些州长啊 什么之类的 都是这样 对不对 如果谁 他的这个经济方案 对生意人有利 那他说我就会把钱捐给 他的太太叫Debbie 其实最早呢 是他太太说的 他太太说的 川普现在这有四亿多的钱 我们应该支持他 是他太太说服了他 而且也是他太太说服了 他做了那么两个事 一个是他在把那个比华里山庄 一个叫Zanadu啊 这个房子买下来了 是玛里布 这个房子呢 是好莱坞巨星 Olivia Newton-John的房子 他用的是那个电影 大国民里面的那个房子 命名的叫失败桃源 他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以后呢 也是成为当地的一景吧 因为这个房子 毕竟他有历史嘛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我们今日话题啊 几年以前讲说在 Bellaire那个山上啊 有一大块地 十好几万平方尺的这么一大块地 要价五亿 然后谁买了在那上面 不知道见多少个豪宅了 要价五亿 一年没人要 两年没人要 最后谁给要去了 他一亿四千五百万吧 一亿四千多万 他把这一大块地给拿下来 很奇怪的是 当时我们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也就随便一讲 没想到在我们的播客上 创造了一小记录 看了很多人 对这块工地感兴趣 现在知道了 就是他买的 那么当然了 他的这个公司啊 刚才说过了 他不是在做汽车推销员的时候 发现了有一些人 信用记录不良嘛 所以他就想起来 我做这些人的生意吧 于是呢 他还真的就开始 做起这个生意来了 他收的这个汽车贷款的利率 可是不低啊 基本上是24% 23.9%几 这就是催你赶紧还的 对 这就跟信用卡的这个利率差不多了 然后催你赶紧还 而且他是知道这些人 信用记录不良 所以他盯得特别的紧 这个他的那个Westlake公司 就是以这个闻名的 你哪怕持负了一天 人家追的电话就到了 说到期了啊 你赶快要付这个钱 因为他也知道 一般来说 你有的时候啊 他不是有意想赖你的账 而是到时候他还不起了 那这个账 你如果不紧急的催 他从拖欠一个月 就变成两个月 到三个月以后 他就付不起了 对 金额越来越高 金额越来越高 对 所以他就在你刚刚 可付可不付 你还准备犹豫的时候 他马上催你 让你赶快付 所以呢 是这么情况 但是因为他和其他的一些公司 采取了一种太激进的 这个催账 讨账的方法被告过 而且还被罚过款 因为他控诉 他这个虚假的告诉人家说 你再不付钱 反正我要提起刑事指控了 你要犯罪了 什么什么 吓唬人家 这种方法 这种手法是不对的 所以后来他还被判 罚了4000多万这个钱 然后他最多的时候 人家赖账或者不付钱的这个汽车 他每天要派那个拖车公司 拖250辆车回来 你想想看 有很多人就是 叫repo 对 因为你付不起钱 你付不起钱 那个汽车就拖回来 因为买车的时候 这车主还不是你 是他那个保险公司 所以你付不出钱 大概到比如说两三个月付不出来 他就把那个车拖回来了 不给你了 所以他把车卖掉 然后作为他的这个 补偿他的这个损失 或者贷款的这个费用了 所以他就是靠这个东西做起来的